国军第五作战区26号上午在台中清水翻载辽进行反登陆作战操演 由陆海空三军部队共同执行 现场除了规划18门火炮射击 还有8架眼镜蛇攻击直升机也首度加入演练 编成两个攻击队形 发射8枚地狱火飞弹攻击 执行空中火力支援 场面震撼逼真 18门155榴弹前5号同时激发震撼力十足 精准击中海外靶区掀气阵阵水花 国军第五作战区26号上午在台中清水翻载辽进行反登陆作战操演 国军精锐进出场面十分逼真 在训练过程中本人尝试特别去询问弟兄们的经验 然后在其中赢取他们所珍贵的建议 然后在实战过程中很顺利的把炮弹发射出去 整个射击程序的话是按照射击指挥所 那下发整个命令到炮班这边完成射击准备 所有的租源都会在射击指挥所里面计算完成 然后让炮班这边装进租源 以达到命中目标的目的 除了重炮射击外 这次还有八架眼镜蛇攻击直升机也首度加入演练 编程两组攻击队形 依序对海上标的物发射地狱火飞弹攻击 执行空中火力支援 军方也表示 此次演练是模拟共军从大甲西出海口登陆 透过一系列攻击展现陆海空三军部队的作战实力 他们教官在射击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练习不同的模式 刚好为了这个就是搭配这个演习做这个操演 来实施我们部内的培训射击教官的训练 那最主要的话就是我们有模拟不同的状况 有同组两枚飞弹同时发射 也有采单机发射的模式来实施射击 透过陆海空联合作战展现坚强的反制能力 国防部也表示 希望透过操演让官兵首席任务发挥战力 也让国人了解到国军保夹为国的决心 凝聚全民国防共识 却成不悍 台空特不到